日前比亚迪备受关注的轿车海豹 终于正式的开启预售 四款车型价格从21.28到28.98万 海豹是一台纯电动的中型轿跑 长度4.8米 但是轴距却有2.92米 超长的轴距配合6倍的车顶 轿跑车那种优雅体现的淋漓尽致 再加上前机器盖上的棱线和高低起伏的车型 车的造型确实给人一种极为优美的感觉 车头上有飞梭式的大灯和水波纹的LED日行灯 而尾灯则是一条贯穿式的直线 两侧配合大量的水滴造型非常的精致 海豹车内同样能够看到精心的设计 方向盘 中控台的空调出风口 以及别出新材的挡杆区 用了一种类似飞鸟的造型 无论是外观还是内饰 都能够看出比亚迪在造型方面长足的进步 当然你所能够想到的科技和舒适的配置 海豹也几乎都有配备 前排一体式的镂空筒形运动座椅 有极强的运动感 后排则是比较豪华的家用座椅 作为一台纯电动车 海豹拥有电池一体化的新技术 底盘悬挂式前双插臂和五连杆 两个标准续航的版本都有550公里 7.5秒破百 长续航版续航高达700公里 5.9秒可破百 而最强的搭载了Attack技术的四驱性能版 3.8秒就能够破百 性能非常的强悍 海豹的对手就是特斯拉的Model 3 虽然它的价格看起来有点贵 但是比Model 3还是便宜很多 而且海豹的价格还是超值的 不过它和汉伊威的价格有些重叠 互相之间可能会有所影响 如果比亚迪能够在海豹的基础上 推出一款尺寸更小 估计想要不爆款都很难